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绝命读诗》第五集的第五到第六集 上回说到,老白等人终于确定制毒的地点,那就是利用正在杀虫的房子 虽然流动性较高,好在难度系数不大,不容易引人怀疑,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小粉搬运贾安时,莉迪亚意外发现童底被人装了定位器 麦克坚信这并非警察所为,而是莉迪亚为摆脱控制,故意作戏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 汉克因表现出色,喜得上司提拔,不仅升职加薪,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办公室 刚搬进来还没坐下,老白便找到这里 汉克问他有没有联系玛丽的心理医生,他能力不错,或许能帮助到斯凯勒 老白顺嘴就边,说已经给斯凯勒找到心理医生彼得了 之后老白陷入了沉默,汉克一眼看出他还有话要说,于是鼓励他大胆说出来 接下来就是老白的个人秀时间,一半是真情流露,一半是表演 只见老白红着眼眶说道,斯凯勒不爱我了,嫌弃我不是称职的丈夫和父亲 老白这一哭,搞得汉克猝不及防,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只说就凭你过去一年与癌症勇敢做斗争,你就是我的榜样啊 况且你对两个孩子都很好 家丑不可外扬,汉克一边安慰老白一边拉向办公室的窗帘 紧接着又走出办公室,要给老白倒杯咖啡 汉克前脚刚离开,老白瞬间换了副面孔开始干正事 他当然不是来向汉克诉苦的,而是为了装窃听器 老白刚把窃听器装进相框后,汉克就回到办公室 听到动静,老白依旧稳如老狗,淡定完成收尾工作 然后对着相框里的合照一顿猛夸,你和玛丽真甜蜜 接下来执行第二步,老白三人组将莉莉亚抓进小黑屋 让她根据剧文上提示给汉克打电话 目的就是确定是不是基督局在桶底装了定位器 汉克在电话里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只让莉莉亚把桶留下,她会派人去调查 挂断电话后,汉克便向同事问起这件事 老白之前安装的窃听器开始发挥作用 通过对话可知,汉克和搭档都没让人干这事 这一下莉莉亚慌了,一个地儿解释,定位器也不是她装的 可麦克还是坚持几件,况且这种时候任何人都会说自己是无辜的 麦克告诉老白他们,汉克肯定以为是莉莉亚公司内部人员所为 到时仓库里到处都会装上监控与定位器 也就是说那里不再安全,好在他们离仓库要近900公里 基督局的人要来这里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差是最后的时机 能拿多少假案就拿多少吧,总比没有要强 麦克让老白与小粉利用莉莉亚的安全代码连夜到仓库里取货 至于莉莉亚,她会亲自处理 听到这儿,莉莉亚求生与爆棚,对天发誓不是自己干的 心软的小粉继续求情,可这回老白战略麦克也对莉莉亚判处死刑 眼看莉莉亚就要凉凉时,电脑里面又传来了声音 原来还真是缉毒局里的另一个桶是让人干的 仓库里所有桶都装了定位器 和麦克想的一样,汉克对他们的手法表示怀疑 不是应该装在桶里面吧 毕竟汉克刚上任,况且事已至此 他只好吩咐对方下次行动,记得请示自己 即便知道莉莉亚在定位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 然而麦克依旧不打算放过他 谁让他还干出顾凶杀人的事 此时莉莉亚放出猛料 只要不杀他就能帮忙搞得源源不断的假案 老白很疑惑,仓库里的桶都被警察盯上了 你要怎么搞 没想到莉莉亚确实有门路 他告诉三人,每周三都有一辆火车途进他们所在的州 其中一节车厢必定装着从广州运来的假案 少说有两万四千加轮 当火车经过麦金利县时就可以下手 莉莉亚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截火车 如此胆肥的想法连麦克都震惊了 这不是自己把自己作死的节奏吗 莉莉亚表示,麦金利县属于黑色地带 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联系到外界 只要截下火车便能为所欲为 至于贾安到底在第几节车厢 他会提前六小时查出来通知大家 同时火车上配备的人员并不多 只有一个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 麦克凭经验做决定 要想万无一事必须不留意一个目击者 截火车是个大事 必须有万全之策才可以 事后老白三人又讨论了一番 麦克始终认为截火车不太靠谱 利用假案代替品制毒 老白立马站出来反对 这种常规操作效率太低 况且他们砸重金购买的设备只能用假案做原料 如果不用 岂不是赔了服人又折兵 就在老白麦克争执不休时 小粉关键时刻再次智商再现 说如果我们纸节不抢 是不是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呢 第二天 三人到铁路线上实地考察 各种测量后确定木桥下方就是最好的行动带 知道托德会来事 并让他开挖掘机挖坑 然后在土里埋下两个大塑料桶 一个是空的用来装假案 另一个则装满水 这么做是为了掩人耳目 当从车厢中抽走假案后 再将等量的水注入车厢 这样总重量保持不变 虽然会稀释车厢中剩下的假案 但下降四个百分点并不容易被人察觉 就算被人发现 也会以为是在广州供应商做的手脚 这么黑我大中国真的好吗 总而言之不会怀疑到他们的头上 行动当天 老白他们又找来外援 让索尔御用演员胡子哥假装汽车出故障 不偏不倚 刚好停在火车必经铁轨上 老白小粉和托德负责偷假案 迈克则拿着望远镜在不远处把风 一切都在计划中顺利进行 火车停下后 胡子哥让司机和工程师帮忙看着车子 迈克确定两人注意力被分散 立刻通知老白他们行动 小粉负责偷假案 托德则爬上车厢顶部负责注水 气氛非常紧张 小粉这边很顺利 可就在托德准备注水时意外发生 一辆皮卡路过 表示可以把胡子哥的车顶出铁柜 就这样汽车被拉走 迈克示意老白赶紧停止行动 可不想露出任何破绽的老白 仍在坚持 司机与工程师已经回到火车 即便小粉随时会被压死 老白也没让他撤 这真是拿命在赌啊 好在最后一刻他们做到了 但坑爹的是 火车已经启动 小粉来不及跑 只能平躺在铁柜上 至于托德只能跳车 幸运的是有惊无险 赶成这一大票 连小粉自己都不敢信 有时候不冒冒险 都不知道自己能牛成这样 就在几人欢呼雀跃时 意想不到的事再次发生 一个小屁孩跑到荒郊野外抓蜘蛛 好死不死目睹了老白 他们干坏事 就在小粉与老白错愕时 拖得一枪把小屁孩送走 果然是个狠人 这让小粉很崩溃 他想到的这个计划 初衷就是为了不杀司机和工程师 可最终还是连累无辜 更何况还是个孩子 这小粉哪里能接受得了啊 为毁尸灭迹 托德拆解了小孩的摩托车 之后编是老白的部分 塑料桶里溶湿 小粉全程都没有参与 独自在屋外惆怅 托德因受不了化石味道也跑了出来 见他不痛不痒的样子 小粉实在忍不住 疼狠给了托德一拳头 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要是重新来过还会这么做 小粉不想与这种人为伍 但老白仔细分析一波后 得出了三种选择 第一种开除托德 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 必须要付一笔不飞的风口费 第二种干掉他 第三种让托德继续跟他们后面干 成为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即便小粉不情愿 无疑第三种是眼下最优解 其实迈克心里也不爽 事后特地警告他 以后身上带枪务必提前向他报备 嫉妒局这边 警察一直在监视着迈克 只能他露出马脚 便能来个人赃病货 可迈克通过窃听器 早已对汉克的一切了如指掌 斯凯勒因为太想念两个孩子 忍不住到玛丽家中探望 斯凯勒表示 自己想和孩子在一起 但又不能把他们接回家 因为家里不安全 玛丽很不解 到底哪里危险了吗 他鼓励斯凯勒大胆说出心里话 虽然有那么一瞬间 斯凯勒真想说出一切 但终究理性打败了感性 见他难以启齿的样子 自以为知道一切的玛丽 替斯凯勒把话说了 不就是你和泰德那事吗 意识冲动很正常 努力走出来就行 得知老白竟然把锅甩给刺激 斯凯勒也是很无语了 制度间隙 小粉看到电视上在播报小屁孩意外失踪的新闻 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白劝他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 他自己已好几晚没睡好 现在制度事业刚起步 还不是分心的时候 等过个一年半载 用完贾安赚够钱 那时候再好好反省 见小粉状态不佳 老白让他先回去 可没等小粉离开 老白欢快的口哨声便出卖了他 这哪里像是心怀愧疚的样子 就在这时 小粉接到迈克的电话 晚些时候 老白将成品带进仓库 不成想小粉与迈克早已恭候多时 迈克的意思是 自己被缉毒局盯得太紧 想退出制度团队 老白不想被连累 便答应了 前提是迈克要教会小粉如何分销 然而令老白意想不到的是 小粉竟然也要退团 不过让老白更加猝不及防的还在后面 迈克想把偷来的贾安分成三份 人手一份 每份卖出去能赚五百万 这样以后 迈克给手下的封口费就有了 小粉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还劝老白也这么干 可两人低估了老白的野心 他绝不会看着这些贾安 落入竞争对手的手中 虽然老白不同意 但第二天 迈克还是带着小粉去找买家卷毛 卷毛希望买断他们手上所有的贾安 这样就能让蓝色冰毒在市面上消失 从而买断需求扩大市场 那么问题来了 老白那一份怎么办 卷毛的意思很明显 要么全买下来 要么一滴都不买 小粉立刻给老白打电话商量这件事 要知道以前老白从不允许他到自己家 可这一次却破天荒了 小粉极力劝说老白卖掉贾安 还记得老白刚确诊肺癌时 特地给自己算了一笔账 只要73万多美元 就能够养活老婆孩子了 这么一对比 500万已经很多 而且筋盆洗手后 自己和家人不再受死亡的威胁 老白也能好好享受家庭时光 何乐而不为呢 但不管小粉怎么说 老白就是不同意 显然在老白的心中 制度已经是一份事业 不是用钱就能割舍掉的 不久斯凯勒回到家中 看到小粉后一脸懵 小粉也很尴尬 想立刻走人 结果老白不以为意 非要小粉留下来吃晚餐 一桌三人 气氛相当的诡异 为阻止迈克和小粉 老白准备偷走贾安 都是千年的狐狸 迈克早就摸清老白的心思了 所以早早在仓库里等着他了 两人就在里面 硬生生耗了一整晚 天亮后迈克要出门 可老白一点没有要走的意思 于是迈克将他绑在暖气管上 然而老白从来都不是 坐以待毙的人 迈克前脚刚走 他就开始折腾 真是横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 最终成功恢复自由 此时迈克和索尔 正在缉毒局里 针对最近警察对迈克的严密监控 索尔咬定他们这么做是违法的 因此申请了限制令 不得不承认索尔的嘴皮子功力 怼得警察无话可说 回到车上就听到汉克 要把跟踪迈克的人撤回来 不过限制令只在24小时内起作用 到时候缉毒局还会有所行动 迈克并不担心 因为24小时足够用来和卷毛进行交易了 可当迈克打开仓库门后 惊呆了 贾恩早就被老白转移 迈克气得发疯 冲上去就要把老白一枪崩掉 索性小粉及时阻止 说老白有办法 既能让你和我都能拿到500万 也能让所有贾恩归他所有 听到这儿迈克竭力压制心中的怒火 问老白是不是真的 只见老白眼神犀利 自行说道 本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留下了一个大悬念 老白到底想到了什么计策 竟能让三人鱼与熊掌兼得 答案将在下期节目中揭晓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请继续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